大家好 今天是9月1日 在8月最後一天 即是昨天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他本來開記招說今天開學的一些安排 是這樣的 但是講講一下 講到教科書原來誤導了香港和香港的學生幾十年 就認為要撥亂反正 講什麼呢 就是講說香港原來從來都沒有三權分立的 就要將所有教科書裏面有關三權分立的描述 全部都要撥亂反正的說 還說這個是基於事實 沒有什麼政治考量的 今早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開行政會議之前見記者 也都說只有三權分工 沒有三權分立的 企圖是將一個客觀存在在香港幾十年的事實 和憲制秩序 是憑他們去改寫 當然這種香港的官員 傀儡政府的囂張拔戶 我們到今天來講 已經不會感到意外了 是不是 721元朗黑夜 可以憑著一個所謂的高級警司 將它變成奇古相當 勢軍力敵的群毆案件 試圖是將721的歷史改寫 所以現在究竟有什麼離譜的事情做不出呢 我相信特區政府已經接近無底了 即是可以妄顧歷史 可以完全置客觀事實於不顧 只服務一個政治目的 或者我也講講三權分立 究竟這些歪理是歪到怎樣 究竟這些這樣的傀儡 究竟是想做些什麼呢 其實 首先 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大家 如果 所有的權 都是拿在一個組織 一個人的手上 他就可以胡作非為 即是等於以前封建時候的皇帝 你不要看其他國家 你看我們可能中國歷史比較熟 中國歷史之中 那些皇帝 在封建帝制之中 是他一個人說了事的 那當然有些比較開明的君主 譬如好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 他就自己 將一些權力 是 尤其是監督自己的權力 是給到一些大臣 大家可能有聽過 叫做免死金牌這件事 這個就是給那些間官 進間的時候 是可以 不用怕 推出五門斬首 這些比較開明的皇帝 當然他都明白 如果大權 是獨攬於他一人手上 有時候 智者千類都必有一失 更何況 權力是令人腐化的 絕對權力是令人絕對腐化的 所以尤其是將所有的權 集中在一個人的手上 在西方的哲學史裡面 一位哲學的大家 曼德思溝 他就提出了一件事 就說 你如果將那些權力分散 那就可以互相來監督 互不從屬 可以互相制衡 那就比較理想 你其實很容易想到 如果你將一塊權力分開 三部份 現在我們在說三權分立 就是立法 司法 以及行政權力 分開 那就是沒有任何一方 一方是可以獨攬大權的 而他行使這個權力的時候 是會受到其他兩方的監督 由於他們是互不從屬 大家都這麼高這麼大的話 那就可以制衡了 就是如果一方有越權 另外一方可以適時將它糾正過來 這個其實就是最簡單的一個概念 不用很複雜 不用讀法律 不用讀憲法 不用讀哲學 不用讀哲學 他自己從心所欲 是做什麼就做什麼 而當人擁有這麼大的權力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定會被權力腐化 終於就會搞到 是 真是 受他權力影響的人 就會是一種悲劇 好了 就是基於這樣的概念 所以很多實行民主 或者崇尚自由 要保障人權的地方 都是會把那些權力分散了 然後互不從屬 互相制衡 這就是三權分立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還有它有什麼好處 那現在 這個特區政府 提出的話 香港從來沒有三權分立 其實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當然覺得很簡單 它是想將這個權力 高度集中在特首的手上 一權獨攬 一權獨大 定於一尊 所以呢 它就會說到 沒有的 最多是三權分工 但是拿出那個是特首 但是是不是呢 那首先呢 我們當然要看香港憲法呢 當然要追本索源 就要找一個基本法出來看看 是吧 沒錯 基本法你看勻它呢 都是沒有三權分立 都是沒有三權分立 都是四個字的 但是同樣呢 也沒有林鄭口中的 叫做行政主導 這四個字的 更加沒有呢 更加沒有呢 是特首一權獨大 這四個字的 好了 既然這些字都沒有的 那你唯有就是看客觀來說 基本法是怎樣安排 香港特區政府的架構 首先 在基本法的第一章 總則的第二條 很清楚地說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照本法的規定 實行高度自治 享有行政管理權 頓號 立法權 頓號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所以呢 在總則第一章的第二條 已經將行政、立法、司法權 是分開三項來寫的 如果他們不是分立的話 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你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有沒有這樣分開來說呢 是 人大 人民代表大會 是擁有所有權力的 這個是集萬權於一身 我曾經 在這個節目裡之前都說過 這個是給神還要大能的一個組織 它是不會將那些權力分割開 然後呢 是 互不從屬 互相 制衡的 但香港是不同的 還不止呢 如果你看 第四章 就叫做政治體制 政治體制裡面 第一節是講行政長官 第二節是講行政機關 第三節是講立法機關 第四節是講司法機關 如果行政立法司法權 不是互不從屬 可以互相制衡的 為什麼要分三節來寫呢 除了這個之外 我相信大家對於香港的 這個政治體制 是稍為熟悉的人 或者稍為知道一下 不用熟悉了 都一定會聽過 有司法覆核的 什麼叫司法覆核呢 就是說行政機關 做的政策決定 一些行政的決定 如果 有些市民是受其害的 是可以向法院提出覆核的申請 而司法覆核 是可以在判決的時候 向行政機關發出指令 是要他取消原來的決定 甚至是代資而取替 以另外一個決定 或者發還從耳都可以的 那這種 不是互相制衡是什麼 是一權獨大 定於林鄭一尊嗎 又或者 你看一下 行政機關 他都不只是被動 他都可以監察立法機關 怎樣監察呢 他可以透過行政長官 解散立法會 比如說 行政機關提出的一個財政預算案 第一次遭立法會否決 他解散立法會了 再選回來的立法會 又再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 特首就要下台 這是基本法規定 那這個 是否就是說 行政 以及 立法 是這麼高這麼大 是互相制衡 互不從屬的一個例子 又或者 大家都可能間不中會聽聽 譬如最近 張舉能首席法官 要委任了 任命了 那是要立法會 通過他的任命的 那這個就是 立法機關 對司法機關 行使的 一個監察權 其實這些例子 要舉是不聲媒舉的 譬如做立法會議員 我們可以向行政機關質詢提文 有口頭的 有書面的 而每一次開大會 行政機關都要派出一些官員 是就著這些提文 作答接受質詢 這個不是三權分立 是甚麼 是否立法會監察中 行政機關 當然是 還有第二個解釋 如果林鄭是一權獨大的 她用甚麼來解話 又或者 立法會 我們有一個 政府帳目委員會 一年起碼有兩度 根據審計處處長 就著政府不同的部門 有浪費公帑 效率不高的情況 是召開一些公開聆訊 是可以傳召 根據立法會的權力和特權條例 是傳召相關的司局長 處長 處長 和政府官員 是在我們 帳目委員會的席前 是接受盤問和質詢 這些例子 秘秘皆是 不是林鄭月娥和一個所謂的教育局局長 可以靠口 趕掉她 太囂張 但如果你追溯回這個三權分立這件事 她要盡量矮化立法權和司法權 其實都是有跡可尋的 初步 看看公開的言論 譬如在2015年的時候 當時 林鄭也未上台 當時還是梁振英特首 中聯辦當時的主任 是一位姓張叫曉明的先生 這個張曉明先生 在一個基本法研討會之上 2015年發表了一個講話 我引述她說 她說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她說行政長官 具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的特殊法律地位 而和應她的 有當時的所謂中央護法 叫做姚歌平教授 她都說 這個張曉明主任說得對 當時已經引起全城嘩然 我們不要忘記 其實這個意圖 將香港的政治體制秩序 去改寫改編 就不是昨天楊潤雄開始的 一直都是拿著權的人 要虎視眈眈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 我剛剛在今天這個訪談 開始我已經說了 大權在獨裁者的眼中 最好就是獨攬 就是這樣 如果我去收你福地 你又可以去司法覆核我 你立法會議員又可以去質詢 有關的地政部門 那怎麼通 當然好像內地那樣 要收你福地 明天就來 趕你走 這樣 這個是只有大權獨攬 一權獨大 定於一尊 才能做得到 所以 逢有一個意圖 是希望可以 真是 浸即是法 我們就 一言就糾頂 沒有人可以頂住我的 這樣的人 一定是想 將 這個所謂 三權分立的 一個制度 是將它 撤掉 而 你想想 楊潤雄 他是 當然 就很霸道 昨天 但是他 有什麼資格 那麼霸道 如果你想想 在特區政府成立以來 我們的 高等法院的法官 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 都已經三番四次 是確認了 我們是三權分立的 那也都是 解釋得很清楚 就算連這個 前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 他比較滑頭一點點的說法 在2014年的7月9號 他回應 有關一國兩制白皮書 就是這個 國務院的白皮書 2014年 有記者問他 因為那個 那個白皮書 就說 中共中央 是可以 有全面管治權的 那些記者就問他 關於三權分立的問題 我引述當時 袁師長的答案 他是這樣說的 每個政府 由三個部分 所組成 行政機構 立法機構 和司法機構 這也是西方國家 常說的三權分立 正正就是這三方面分開 獨立行使他們的職權 其實袁師長這個說法 他當然就 我說他滑頭一點 就是他沒有肯定說 香港是三權分立 不過他就說出了 三權分立的精髓 就是代表了這三權 是分開和獨立運作的 好了 現在 在五六年之後 這個所謂教育局局長 叫姓楊潤雄的 叫潤雄的先生 究竟搞什麼呢 我覺得 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見 現在 他當然是想 將過去 這二十幾年 做不到的事情 現在就做給你看 林鄭又好像 是禁之如儀的 因為 你想想 如果他可以超然於 這個 立法 司法 機關 行政 一權獨大 那你說 是不是 林鄭 好 覺得自己 了不得 是不是 了不起 那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 政治任務 要把香港的新一代 洗腦 那你現在要洗我腦 就很難的了 我 完全明白了 從曼德斯溝開始 說的 這個 將權力 打散它 然後 互不從屬 互相制衡的重要性 對於哪個重要呢 尤其對於 一些平民百姓 就最重要了 如果你是一權獨攬的 那 真是都很難有什麼 制衡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我最後補一句 我覺得 他們經常說 就說 殖民地時候都沒有的 之前 又是總督 做了立法局的主席 是 曾經有這樣的階段 但是首先第一 記住 當時是殖民地 現在是殖民地嗎 香港是中國的殖民地嗎 我們是二等公民嗎 可能事實上 我們連三等公民都不配 在這個 中共中央眼中 最好大家都向林鄭學習 大家做傀儡 拆鞋子 拆鞋妹 最好 但是我們 獲得的承諾 不是這樣的 我們想著 97年 我們中央抬起頭 來做一個 一等的公民 是不是 所以 第一 殖民地 當時走的那套 是對付殖民的 是要被剝術的 二等公民的 那你竟然今天出來說 當時也是這樣的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但是更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 就是 就是 剛才我跟大家指出了 就是我們的小憲法 無論從它白紙黑字的鋪排 它的寫法 理路邏輯 以及實施起上來 在地的操作 是每一步 都是體現了行政 並不獨大 行政司法 立法 是互不從屬 這麼高這麼大 互相制衡的三個權力 頂多 我想你只能夠說 行政是主導 什麼叫行政主導呢 你看立法會 你已經知道 譬如我們的議員 如果要自己提的那些法案 是幾乎不可能 因為你提的法案 又要不影響公帑 又要不影響政府政策 如果是有影響的 就要特首首肯才行 那就是不行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就是主導的 行政是主導 不過不是獨大 不是定於一尊 因為他仍然要接受 立法會的監察 監督 要質詢的時候 始終醜婦終須見家翁 死地氣都要上立法會 對著立法會議員 在鏡頭前面做答問的 那現在這樣的一個 重申的說法 說香港沒有的了 沒有這個三權分立的 那個政治的目的 是實在太清楚了 就是我覺得那個 將三權分立來抹殺了 變成一權獨大 我想是今天的中共中央 以及它在香港的傀儡特首 是很希望變成蝕術的事 但是香港人如果明白了 這個 為什麼要三權分立 是給自己最大的保障 因為權力會令人腐化 擁有對權力的人會絕對腐化 所以一定要將那個權分散 然後呢 是互不從屬 互相制衡 所以我們不要緊 它的教科書改成怎樣都沒有所謂 每個同學都有父母 都有一些不願意為虎作將 是去做擦鞋子 做這個政權的一個傳聲筒的人呢 是將那些事實 和香港的下一代去分享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